简单的原理 深奥的因果 师父跟你们讲 因果得的病就是因果病 因为种因了就得果了 就是自己因为做某一件事情 不如理不如法 然后让自己难过 想不通 结果就更难过 夫妻两个人吵架的时候 只要有一个人省一句不讲了 这个果就慢慢地没有了 只要有一个人不讲话 接下去这场争吵就会结束 只要你还要讲一句 他肯定还会讲一句 吵架就是 因为你一句他一句 停不下来就越吵越凶 只要有一个人收口了 这个果就没有了 因为有一个人不噪音 那么后面的果就没了 要解决因果病 就要靠慈悲喜舍和修行 来去除业障 大家都知道慈悲 就是心疼别人 看着人家很可怜 欢喜心就是说 我今天还很好 我今天还没有生恶病 我今天脑子还很清楚 我心里很开心 舍是什么呢 看到人家很可怜 想对人家好一点 舍去一点恨 舍去一点自私 多爱别人一点 多可怜人家 人的毛病就是 不能原谅别人 如果能多原谅别人一点 多一点舍心 那你就会多一点慈悲心 和欢喜心 举个简单例子 一个老板 雇了一个临时工 这个临时工 在干活的时候 老板希望他 最好一分钟都不要停 老板心里 就会很舒服 如果老板看见他 停了下来 心里就会难过 这就是因果病 实际上 老板付给工人 一个小时 十几块钱 工人花出来的精力 根本不止十几块 但是老板 给了人家 这十几块之后 一旦看见工人 停下来歇一会儿 他就不舒服 所以去帮小生意 老板打工 真的是很辛苦 老板 不让工人歇着的 对不对 所以做老板的 要想一想 就给员工这么点钱 有时候 人家休息一下 偷偷懒 只要大的事情 过得去就算了 想开一点 台长经常给老板开示 你做员工之时 偷过懒没有 如果老板 能这样想 说不定 还能挽留一个人 帮他这么干活 这个就是心态 生意做得越大 人越要想得开 心态好的人 烦恼就会少 很多人因为 老婆没身份 觉得老婆 是靠他想留在澳洲 所以在家里 天天欺负老婆 然后心态 越来越不好 他的老婆 一直憋着 等到哪一天 拿到身份了 他一定会离开你 如果你真的 把他当老婆疼爱 等到他拿到身份之后 他还是对你这么好 他也不会离开你的 因为你觉得 他在依靠你 所以你就责骂他 对他不好 憋得住的人 憋到 拿到身份 憋不住的人 就会去相关机构 投诉你了 澳大利亚政府 有一个机构 专门收留 被家庭暴力的女子 因暴力 受到侵害 可以马上拿到移民 师父讲的 都是真话 所以一个人 不要把自己这种 慈悲的心去掉 不要把这种 欢喜心去掉 男人女人都一样 不要把人家当傻瓜 很多人吵架 就是因为 把别人 当成了傻瓜 要想去除业障 就要消业障 消业障的方法 就是要有清净心 就是身体要清净 心也要清净 身体不做那些 邪淫的烂事 心才能安静 你如果心态不好 做了很多不该做的事情 例如 偷了别人东西 看看 你的心 静得下来吗 你去做一件 邪淫的事情 做完了之后 你的心 静得下来吗 举个简单例子 一个小偷 去偷了人家的东西 你要他安静点 他静得下来吗 他偷了东西之后 他心里会不平静 他担心 会有人看见他偷东西 会有人来抓他 说人家坏话的人 说过话之后 他的恐惧心 马上就来了 恐怖心就来了 他想着 会不会有人 把话传给那个人 会有人传话吗 肯定会有人传话的 这个世界 没有不透风的墙 除非你不做 你做了 一定会被人家知道的 恐怖了吧 你们去看吧 凡是嘴巴 在背后 讲人家不好的人 都是跟人家说一句 我告诉你 你不要去告诉人家 然后 这个人 再告诉别人说 我告诉你 你不要告诉人家 你说 可能不告诉别人吗 你最好不要讲 那就是真的没有人告诉谁了 讲过的话 可能不被人家知道吗 讲出来的话 就是露出去的气 怎么可能不传出去呢 我告诉你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